大家好,我是轩妈 YouTube币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你 静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工作压力大 睡眠质量差,爱做目,爱胡思论想 越想越睡不着,晚上翻来覆去入睡来 一点点动静就容易醒 一直这样对身体真的不好 眼带黑眼圈好重,老的会越老越快 而且经常睡眠不好会造成很多压健康 每天无精打采,上班工作效率低 等等一系列问题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养心安神助眠汤 是我家老公清测有效 一个星期喝两到三次 让你从此一觉无梦睡到大天亮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十颗玉竹 玉竹的功效一 玉竹补癌不腻,不寒不躁,固有心热论肺 养阴西风,补亦五脏,滋养气血,养心安神 兼除风热之功效,作用于脾胃,固久福 不伤脏,不伤脾胃 第二,玉竹主适用于肺营虚所致的肝壳少痰 咽舌灶和温热病后期 或者因为高烧耗伤经验而出现的经少口渴 食欲不振,胃部不适等症 第三,玉竹也适用于心悸心脚痛 玉竹补癌不腻,不寒不躁 固有补亦五脏,滋养气血 平癌补润,兼除风热之功 有滋养正经神经和强心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五颗桂圆肉 桂圆肉的功效一 可以益气阳血 桂圆有益气阳血的功效 适用于缺血性贫血 思血性贫血 气血耗伤的人服用 尤其是有面色蜡黄,头发干枯 指甲,胶脆,恶寒,精神违敏 容易疲劳等气血不足表现的人群 都可以通过食用桂圆来改善不适 第二,可以养心安神 在众多类型的失眠中 有一种是因为失虑太过气血不足而导致的心境 健忘,失眠 针对这种失眠可以通过食用桂圆来缓解 此外 近代著名张心船还曾用龙眼 治好了很多学心压力很大 心慌焦虑 大便出血的学生 因此 如果感到不开心的事 压力比较大 不想吃东西 吃一点龙眼都是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再准备五颗百合 百合的功效与作用一 可以宁心安神 百合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 使心情烦躁的能静下心来 对于喜欢思考或者经常追牛角尖的人来说 多吃百合有镇静和舒缓的效果 对神经衰落的人来说 临时睡前吃少量的百合还可以帮助睡眠的作用 第二可以补饮退热身体虚弱下引起的发烧 不愿意通过药物来辅助 那么可以坚持吃百合来缓解发烧的症状 另外百合还有抗炎的作用 如果发烧的时候同时伴有感冒症状 也是可以一起自愈的 第三可以清晰厨房 对于经常有心态异常 恐慌心烦或者心神不安的人来说 可以经常吃百合 这是因为百合具有使心脏平静的功能 接下来再准备时刻炒熟了的酸爪能 酸爪能是一种中药材 可以预防缓解失眠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这种中药材在日常生活中 还可以用来泡水喝 它对维持人体健康有很积极的作用 酸爪能的功效一 可以预防失眠 预防失眠提高人类睡眠质量 是酸爪能泡水喝的重要功效 因为酸爪能中含有大量的灶带和肋黄酮 以及生物碱 这些物质都能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神经 具有明显的催眠和症静作用 它能提高人类中区神经功能 就能尽快让人们进入睡眠的状态 对人类出现失眠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 第二 还可以预防高血压 人们经常喝酸爪能泡水 可以吸收丰富营养 而且还能促进人类的心脏收缩 并能让血管扩张 它能让人类血压保持正常的状态 经常用它泡水喝 还可以预防高血压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八大木 八大木的功效与作用 第一,有利心脏健康 八大木中有很高含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有帮忙下降坏胆固醇水平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福营 福营的功效与作用 一可以去风除湿 是土福营的重要功效之一 它还能通力关节 平时可以用于人类风湿骨痛的预防与治疗 福营在临床上还是预防治疗黴毒的常用中药 它能让黴毒这种传染性疾病得到良好的控制 也以让它引起的痛痒以及发烧等多种不良症状尽快的好转 第二,福营能够影响身体内的新肠代谢 对于身体机能可以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 调节身体的电解质降低血糖 因此对于高血糖的人来说 福营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肝的三药 三药第一,可以滋补健身延缓衰老 三药具有滋补细胞强化内分泌 补益强壮,增强机体造血功能等作用 可诱生干扰素,改善机体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等 对延缓衰老进程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药营养丰富,具有增强神积细胞活性 补心器,安心神 治健忘,养心抑制,增强记忆功能 接下来再准备十克三肾 三肾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 补血滋阴,生经止渴,论肠罩等功效 阻滋阴血不足而至的头淤目悬 耳明心剂,烦躁失眠,腰心衰软 虚发枣白,消可口干 大便干节,滋阴补血,明目安神 立关节,去风湿,节酒等功效 接下来把所有的食材全部放入碗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所有的食材清洗干净之后 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大约50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上30分钟 这几种食材加在一起可以养阴养心 益气,安神,助眠,补血 利用于心神施养,乏梦,睡眠质量差 男女适合高质量的睡眠 睡得香才能养出好精神 30分钟之后,我们就把它倒出来杯子里 稍微晾凉就可以饮用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